有一個肢體接觸室 我真的沒辦法 我就是被做了 我一定暈船 就如果有人在我做這些事情 我就會暈船 譬如說 就是我就是摸頭 我覺得摸女生的頭是 就是摸對方的頭 是一件很親密的事 你們會輕易摸女生的頭嗎 我剛剛不會 不會 你這邊給我這種表情 你怎麼懂的 摸頭的話我也 我也會 如果個子很小 對啊 我跟你講 我之前就這樣 我之前就遇到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是會這樣 那個男生也是朋友帶來的 然後那個男生 其實真的是蠻高的 然後我就記得那一天 就是介紹認識 後來我們大家聊天的時候 他就是會靠在我身上 然後會這樣子 時不時地碰一下我的頭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當天我就有一點暈 我就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多多少少 有覺得我這人還不錯 然後我就想 我自己很積極地 跟他要聯絡方式 想說之後要跟他聯絡這樣子 結果後來 我才發現一件事情 原來很多高的男生 真的有這個習慣 他們不管旁邊是誰 他就是會要靠著 因為我後來發現 他其實不是急 他累 對 會這樣摸 是不是距離還很近 那你們摸頭 那你的話我是不會 因為你不要擔心 那個好朋友很可愛 好皮好多人 他摸你會吐 摸頭 我摸他會吐 我頭不行 希望都沒有讓人家暈船過 我其實有 小時候被教那種什麼 歧視精神 反正就是一定要照顧女生之類的 然後比如說像女生 跟我出去的話 然後今天開車開一開 然後突然煞車 我就會幫女生這樣hold一下 不行 不行嗎 不是 我就都煞車這樣 這是女朋友專屬 真的 可是我就覺得 突然緊急煞車 是我不對 我要幹嘛跑 不行 這真的不行 他很有安全 這是女朋友專屬 沒有 要有一個女朋友的對象 我們才會這樣 對啊 不行 我要管他去 就是你惹他 不是一個吸管性的 沒有 你會這樣 我吐嘴巴 喝飲料 然後如果是搖飲的話 你就先幫他吸管擦好給他 這是女朋友專屬 這個也 有點 你要過去那邊 你要過去那邊 其實這裡比那邊溫暖脫了 你馬上往過去 你放電王很棒 你什麼講都沒有關係的 你放電王 你女朋友 好 來 這些都是女朋友專屬 對 你都講什麼 都對 什麼樣都對 還有什麼 後來你又把他衣服也脫了 然後把他燙乾淨對不對 洗一洗嘛 對不對 他先不要穿衣服 我先把他 然後你把東西吃 咬不爛 你咬一咬 吐給他嘛對不對 好噁 好可憐 沒有 他吃剩的 就是比如說他覺得 這個雞腿也沒有吃乾淨 浪費 我又把他吃乾淨 不對 不行 不行 這個不會 這個不會 如果比如說像水的話 我會先幫他開好 然後比如說我們去 今天去 像今天天氣突然變冷 然後他如果沒有帶衣服 就會把我的衣服給他穿 跟你屁事 這棒片王 真的還好嗎 非常好 真的 這個是女朋友跟老婆的專屬 因為如果來賓要分區 要先看清楚 真的 你講的這些動作是有單身的時候 但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話 你還會幫別的女生這樣子嗎 他一定也會 你看他的臉 真的很冷的話 我衣服一定會給他穿 那你女朋友還不變 對啊 那你女朋友也很冷怎麼辦 當然先給他 他女朋友在的時候 他不會給他穿 對啊 他女朋友不在會就 我褲子幹什麼 不是 我那是連身的 肚子會當尾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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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友還有沒有什麼那種 小鹿亂撞的那種 好 剛剛那個拉一角過馬路 其實是登上了第二名 第三名 是吧 大票的行為 16姐姐很驚訝 對 那個網友分享 網友分享說 好討厭 網友分享說 他遇到了一個高手 就是過馬路的時候 不但會拉我 還會順勢的讓我走在馬路的內側 然後萬一如果有車子來的時候 還會像稍微呼一下 像有那種被捧在手心上的感覺 我懂了 因為我也是有那種男生 如果跟我一起過馬路 他會把我放到馬路 就是 我也會這樣 我也會這樣 他會把我往內靠 但是我不會覺得那個行為是在 因為妳綠茶表 坐下來 對啊 我還有那個第四名的部分 就是如果對方吃一口你的食物的話 這也會讓人家暈船 那網友就分享 因為那個如果是平常家人朋友 吃我的食物的話 我一定會大翻臉 但如果是有 有點感覺的對象 吃我的食物的話 我一定會馬上暈船 然後恨不得就是覺得說 你吃了我一口食物 你整個食物 我都覺得好好吃 根本就是曖昧的行為 對不對 慶華 我跟你講 其實真的 在疫情之前 大家在錢櫃裡面 最愛這種曖昧的就是大家 共喝一杯酒 對 牛肉 對 看牛肉 現在是因為疫情沒辦法 對 沒辦法 還有剛剛講說過馬路那個 我幫你拉進來 那個我也會中 真的嗎 那個我不會中 所以我才覺得我拉一腳 人家也不會中 為什麼 我不要講話 貼他 貼他 貼一個表示 真的 好難得喔 你是手衛來貼嗎 可是手衛 手衛你來貼 惹好主持 我們現在要請妮娜老師 來幫我們測一下 就是大家在愛情裡的盲目指數 到底有多高 這個圖上面 就憑直覺選一個圖 我們就會看一下 你在愛情裡面的盲目指數 究竟是多少呢 好 這麼難 好 來 預備好 謝謝選不出來的 4 1 3 1 4 1 4 4 沒有人選2 好 那我們現在就從 都沒有人選的2號開始 我們看一下2號的人 他的盲目指數 就是只有三顆星 對 基本上會選2號的人 他是窮理精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 非常理性的人 所以例如說 如果在聖誕節有人 約他去吃飯 他可能覺得就是吃飯 他不會去想那麼多 那就是我 對 他可能會是比較 有邏輯比較理性的人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4號 選4號的人 他的盲目指數 對 五顆星 暈成這樣 對 你看 暈成這樣 基本上選4號的人 他其實是非常浪漫天真的 就是你們前一世裡面 非常憧憬那種童話故事 或是那種偶像劇的那種概念 所以這樣的人 也很容易被那種浪漫的氛圍 就暈船了 比如說剛過馬路這樣子就暈了 對 但那種氛圍 你就會覺得 哇塞 這樣好偶像劇 然後你可能就撩下去 這樣子 接下來看1 1號 我跟蘿莉塔還有 1號也是選 Apple還有小小 還有蘿莉塔都是1號 那基本上 1號的人 4顆星 不是太猴了吧 5顆星是最高的 5顆星是最高的 沒有...他只是 不要... 我是猴子 你不要說我 你應該也是一起的 我是猴子 選1號的人 他基本上已經有點蒙蔽雙眼 因為選1號的人 有時候對自己 會比較沒有自信 尤其是在關係當中 我好像只要發生什麼事 你就會先問自己 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 然後所以就很容易付出很多 尤其是在有伴侶的時候 極力的討愛 所以基本上通常選1的人 我就會建議說 你真的要多愛自己 然後要看到自己的 內在的價值 這樣子的話 你才可以真正選到 真的人 還有一個我們還沒看 對啊 3號 基本上 我真的覺得 蔡老師會選到這個答案 我真的覺得 完全都不意外 為什麼她的 盲目指數是1顆星 而且潘老師是什麼呢 各位 高級玩家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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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好 我要感謝我的父母 老師 要感謝我的同學們 真正的渣男江安的字 是 恭喜我們這叫外眠者寶座 沒有外眠者 去哪裡 沒有啦 潘老師就厲害 他是那種 會在旁邊偷偷的觀察 所有人的狀況 所以他會知道說 哪些人可能對我有意思 哪些人在放電 他都看得很清楚 而且他也知道 他知道他自己的魅力在哪裡 他知道說 如果今天他真的要壞一點 他是真的可以壞到很徹底 所以他知道我要怎麼去運用我 展現我的魅力 展現我的優勢 對 他基本上是很有機會成為高級玩家 玩弄別人在他的鼓掌 成為一個魅力男 成為一個放電王 他有六大要素 笨手 真的 聽一下... 哪六大要素 哪六大... 人紅嘴甜不要臉 叫爹叫娘叫姐姐 這是... 這是K在眷村的門口 對 這是長輩同學來的 沒有... 這是從我的日常裡面發現的 這些事情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網友還有沒有哪一些 冤船的小動作 好 我們來看到 第一名就是 他記得你所有喜歡跟不喜歡的事情 有高達62.5% 真的... 那網友就分享一個 就是最平常會見到的 就是說 女生不喜歡吃香菜 那那個男生去店面點 譬如說這個大腸麵線 或是住雪糕的時候就會說 不要加香菜這樣子 然後另外也有人分享說 其實就是他有準備一本 愛的小本本 就是他把...裡面的他都會記得 他喜歡女生所有喜歡的事情 跟不喜歡的事情 包括連每個月好朋友來報到的日期 他都記得非常的清楚 這麼清楚 對 那另外第五名呢 就是傳語音訊息來 每天對你噓寒溫暖啦 這個真的 小本本太誇張了 小本本很變態 而且問題 連對方的那個大姨媽來 他都要記得 這感覺是高級玩家才會做 高級玩家 高玩 大高玩 你是大高玩 你是不是有小本本很多人 不是 他是大本本 我的個性是比較細膩的 怎麼樣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我會有一種習慣就是 包括我現在教的老師 我帶了那個星級教練團隊的 每一個老師 我會告訴他說 把你學生的每一個人的出生年月日記起來 什麼星座 這個你都大概一定要知道 那我的習慣是 每當在上課那個時間 我就會看我的筆電上面 有誰今天可能是誰過生日 今天或者什麼什麼什麼日子 那可能是他的什麼節日 我就會送一個 譬如說一朵花 我會特意在那個時間點 給學生一朵玫瑰 舞台上在跳的時候 對 比如說就在大家面前送他一個花 應該是說 還是單獨 不會單獨 我就是在大家的面前 你不能 絕對不能單獨 你只一單獨你就麻煩了 那如果單獨的話 現在要找沒有監視器的地方 沒有 現在找沒有監視器太難了 好不好 太難了 就是在大家的面前說 今天是 老伊塔今天是生日 我們今天謝謝大家 那今天 在這個天有生日的同學們 或者今天是什麼星座的同學們 就是這個月份的 我都已經會先準備好 讓學生知道說 他們 老師今天真的有在乎我 然後我如果今天上課 我說 Apple生日快樂 你會不會嚇一跳 會 老師怎麼會解 對 小生你今天髮型好漂亮 你左邊是藍色的 你今天怎麼會變成灰白色的 好好看 警察的 有人在性騷擾 沒有 沒有 這就是 因為你要 其實你要去觀察 你要看 這是我的習慣 所以相對的 他們會在我最近 因為剛好最近 也就又到了這個 又掌尾巴的時間 所以 譬如說我收到 也是一朵玫瑰花 但是那個玫瑰花是一個保險套 就是一個保險套做的玫瑰花 上面還有字條說 如果我說你有需要的話 可以找他 對 它一直就是這樣 我告訴你 他送錯東西 他應該送小籃 小什麼籃 不是 我真的太多這樣的東西 真的 那個端午節吃月餅 不是 端午節吃粽子 端午節吃粽子 端午節吃月餅 端午節吃月餅 也可以啦 聖誕節掃墓 對 端午節吃月餅 端午節吃粽子 那個粽子裡面 真的很開心 他們給你一堆粽子 你回家也很開心 而且他知道我喜歡吃 那種紅豆減重 熱完之後你把它打開吃 裡面還有一個小紙條 對 裡面會有一個小紙條 是家裡的電話 然後就是一直歡迎你 包到洞 特別怕包進去 他包在裡面 他是學魷魚遊戲 他想毒死你 對啊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些人的關心你 他們都會那麼用心 那喝茶你不對他們用心一點 那這些學生 他們是有家事的人嗎 還是 有的有 有的沒有 可能先生在國外沒有回家 或是在大陸 好 哈哈 哈哈 哈哈